我們要報告的題目是台灣修造艾會適合什麼 我們的研究部第一次由專業知識及科學數據嘗試評就台灣修造艾是否核災視頻 我們的研究方法有文化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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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上次報告整體的研究結果 日本福島核災對臺臺平洋的汙染有輻射汙染和肺臺汙染 他們兩個均涵蓋了整個太平洋 福島核汙染放射性物質的特性 它放射性物質有這些種類 它的放射期最短為8天最短到只有2萬多年 主要特性都具有放射性物質 它們對人體的影響都會自然 我們最需要注意的是後面這三種 射137和190還有5236在那裡 2. 北漢平洋秋刀魚的支援 它是它的分布海域 秋刀海的壽命最多不會超過30 所以我們現軍補貨就來 可以當年直接受到浮射汙染的群群 在那裡 上面這張是核廢的汙染範圍 這張是秋刀魚的影響和的路徑 北漢平洋秋刀魚分布海域 位於樹島核電場 核災浮射汙染的核能放尾內 臺灣秋刀魚主要是想為了指導 我們電場外的720光明 因研究結果一而二 我們得到一個正義問題 就時間而言 現在的秋刀魚已經 不是當年直接受到浮射汙染的群群 但就空間而言 現在的秋刀魚能存在於當年受汙染的海域 所以臺灣秋刀魚是合適嗎 是我們接下來要深入討論的 根據上次的研究結果 我們在討論核實地域與爭議 我們依據衛福部得知 繁壽原子層後放射的汙染寫含量超過容許量 都是稱為核實 然後再依據ICRP得知 從涂色汙染嚴重的地區補貨漁被 當然都是核災食品 然後在就是現在臺灣目前的爭議就是 銀含量明顯出還有未顯出的產品 然後就是討論了 與秋刀魚有關的核汙染擴散附近 第一個為輪圍附近 然後第二個為空氣傳遞 還透過食物鏈濃縮效應 汙染秋刀魚體 然後第三個是魚類回遊傳遞 第四個是海流傳遞 因為北太平洋海流沉順直的方向旋轉 它的福島核汙水會擴散到北太平洋 然後對我們臺灣秋刀魚魚場的影響 要全面有直接 然後這是討論三 秋刀魚與福島核汙水放射的固域 主要影響固域有1核汙水的 摄137、布239 還有我國無法有效監測的酥90 摄137跟布239 需要長時間監測秋刀魚的食物鏈的生物能夠效應 然後酥90應該盡量建立有效的接受方法 然後最討論是 浮射生物效應 浮射生物效應就會造成傷害 或形成突變上升功能生死 浮射生物效應包括機率效應跟非機率效應 我們這裡看的好是機率效應 然後機率效應就是 發病的潛伏期長 但機率並無機限時 只要有步入即有可能產生機率效應 然後這也是秋刀魚是否為何時的 主要關注給你 然後非機率效應是 與現在秋刀魚較無職業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就去看哪 而討論是 地球上幾滴劑量 有浮射電機物存在 所以並非單獨射時 而時會自來 討論我第一點 常用的浮射劑量有哥雷與西浮 西浮是目前做為 整體性癌症風險平伏的可能商位 西浮浮射劑量又可分為 等降劑量和無效劑量 我們這邊講的是有效的劑量 尾效劑量繩上組織加全因素的量級 和離愛風險 討論我第三點 秋刀魚離愛風險是集中在 可能破壞DNA危害人體現場 有歐底浮射劑量 使得預期的離愛機率 與實際離愛率產生之差異 討論我第四點 根據國際浮射防護委員會第六組 五個月經濟寮量受到 每一百毫系骨盜的有效劑量會成為 0.4%的癌症 假設一個人的重生離愛機率為5%的話 它會給你幫你倒入0.24%的肌率 討論你的 而低劑量的機率效應 亦無臨床一億 第二點 臺灣目前補貨卻導演 因為檢驗出有膚色、污染、物質的影響 所以目前處於極度安全 經過上去文章我們得到幾點結論 臺灣今年補貨的新年級秋冬運 處於柏人主觀性核實 非科學客觀性核實 第二點 食物鏈的生物能夠效應而言 此時秋冬運屬於食物鏈理論 加成效果的核實 非確定性核實 解釋三 假若臺灣秋冬運 前面出的輻射激樣是低於100毫升幅的標準值 此時秋冬運屬於含有輻射性質的非法定核實 第四點 在目前科學界上無界定 獨近傷害效應的主見激樣前 理論上秋冬運都應該可以安心使用 解釋五 全球核實專家認為 孤導 孤染 放動物質 犯罪體可達實驗或數碼人之久 所以我們應該謹慎面對 ICRP認為在低的輻射性量都會對人體造責傷害 所以我們應該盡量跟你們使用 盡情指教 並且錄立的 tablets和教學 catalog的研究使用 本身的就 drin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